陌后一个问题 是香港同学问题 本人这的会物缠身 请问是何缘故 应如何破解 这个问题我们解答的很多 这个就是由鬼神附身 鬼神附身的情形很复杂 有些是时间很短 传递讯息 有些是呢 是自己的夜报 他来找你麻烦 负在身上 很多年都不离开 最初 这个精神体制上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自己精神很旺 气很旺的时候 他藏在你身体里头 他也不敢动 你也不会觉察 觉得没什么事情 到你的运摔了 体力也摔了 他就起作用了 你就感觉的时候 他有妨碍了 这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都需要调节 要好好的来化解 要知道一切众生 与我们过去生生世世 都有关系 这一生没有得罪人 过去生中难免没有得罪人 没有亏欠别人 他这个怨恨很深 他不肯放弃 一定要来找报复 原因多半都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是以诚意 真诚心来给他调节 所以可以问他 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过去有什么过激 问清楚他会说 明明了之后 我们可以给他列个牌位 你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不好列个牌位 问清楚 给他列个牌位 或者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道场 列个牌位来超度他 来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够离开卧道 也能够念佛求生净土 把冤家变成自己的同参同学 这样就好 绝大多数都肯接受 都能接受 都能够化解 所以从这个地方 也震掌了我们 对于轮回 因国报应的认知 我们真正明白 这个事情是真的 那么自己 对自己的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 厨师带人接物 不敢跟人接约 知道接约 后面有国报 国报时 生生世世 很麻烦的事情 佛在经上讲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讲那个国报情形 所谓是 因缘聚会时 国报还自首 所以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能不谨慎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对一切人 齐心动念 都是善意 没有我意 念念 帮助众生 决定有好处 念念要是障碍别人 方便自己 麻烦很大 绝对不是好事情 就念念 陈就别人 陈人之美 不陈人之物 处处方便别人 真正是方便自己 处处妨碍别人 造成自己 生生世世的不如意 那就错误了 那么现在 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修法的人 懂这个道理 但是 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 他就迷惑了 大多数 他并不迷惑 所以 面子放不下 好多面子 吃亏可大了 这是 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这种事情 所以这些 真正在这个世处世间 这个求学来讲 这个学问没有到家 你看看 古人讲的 学问身世 是义气平 你们看看 释迦摩尼佛要不要面子 不要啊 释迦摩尼佛不要面子 他才能普度众生 孔老夫子要不要面子 不要 圣人不要面子 贤人不要面子 贤人不要面子 君子不要面子 谁要面子 小人要面子 所以圣贤对于任何人 他都能够低头 所以他才得到大众的尊敬 可见得低头 受到别人尊敬 那个爱好面子 不肯就背后受到人家批评